当年鸿海到美国威斯康星州设厂 创办人郭台铭亲自前往 如今经过两年耕耘 鸿海终于拿到将近3000万美元的税务优惠 相当于8.3亿台币 最简单最直接的意识 当然对他们税金的减免或者一些补贴 当然对整个企业来讲是一个资金的意识 也就是说反映出他们的生产成本 渴望因此而降低 双方在威州签订新的六年合约 只要能在2026年前创造至少1454个职缺 资本投资达6.72亿美元 就能获得最高8000万美元的租税抵免 相当于22.2亿台币 而且新约没有具体规范鸿海厂房生产任何产品 反映出其实经过鸿海的努力 这个美国政府也是出了这个 比较一个友善的一个态度 那当这个新合约之后 对于鸿海整个未来整个的布局 其实相对又更为一个弹性 以这个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不过鸿海在中国大陆却迎来新挑战 中国大陆电子大厂力讯精密 在江苏昆山砸下约500亿台币 新建庞大制造厂 面积高达28.5万平方公尺 占地相当于40座足球厂 最快明年开始 组装数百万台iPhone 直接挑战苹果两大代工厂鸿海合硕 鸿海的部分呢 它现在在这个整个苹果的 这个代工是占了百分之六十 划分下来其实对于鸿海 或者是对于合硕来讲的话呢 影响并没有想象中来的那么大 力讯希望今年650万只iPhone组装量 明年可以提高到1200到1500万只 而且设有39条生产线 不过外媒分析 鸿海郑州厂区跟力讯厂区 差距有八倍之大 力讯要对鸿海造成威胁 恐怕还有段距离 董神财新闻 恐怕明明节组合报导